2比0领先 最终却打成2-2 曼联克场对阵维拉 这家英超豪门 又遭遇了耻辱般的结果 此一他们原本提出了不错的上半场 可惜后45分钟 对手一狂攻 曼联就露窃了 本场比赛 C罗受伤缺阵 费尔南德斯也拥有了更多的进攻主动权 此一这位中场巨星彻底解放 他在第6分钟 救援射造成对手门将失误 为曼联取得领先 下半场第67分钟 又是费尔南德斯抽射破门 将比分扩大为2比0 面对0-2的绝境 杰拉德换上库蒂尼奥放手一波 他自己也没想到 这次换人会改变比赛的结果 上场之后 库蒂尼奥在前场非常活跃 最终一人制造两个进球 帮助维拉2比2绝平曼联 这一场比赛 从到手的3分 变成了1分 曼联至少暴露了三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 后防太混乱了 第77分钟 维拉打进第一球 当时曼联并没有失位 结果还是被对手三传两地 就获得了机会 最终拉姆赛推射破门 第82分钟 曼联的右路更是直接被打爆 最终库蒂尼奥保持破门 这一次防守 达洛特 马蒂奇和瓦拉内全部犯错 丢球的方式真心让球迷绝望 除了后防之外 主帅朗尼克的换人 是球队的第二个问题 在0-2落后的情况下 杰拉德就调整阵容 这是主队要拼命的信号 眼看对手在场上进攻起始 结果等到维拉打进一球 曼联才换上了桑桥 而且这次换人也值得商榷 当时曼联的后防已经摇摇欲坠 老麦的马蒂奇 已经跟不上对手的进攻节奏 结果朗尼克愣是不换他 最后酿成了苦果 第二个丢球马蒂奇要负一部分责任 可以说这一场比赛 朗尼克是换人 绝对是失误了 第三个问题 无疑是重用格林伍德 这一场比赛 他又成为独狼 在场上基本一拿球 就是射门 也许这位本土天才太想证明自己了 结果却是得起反 向下半场的这一次进攻 明显已经没有射门角度了 他还坚持起脚 如果停球刻过防守球员 再横传找队友 进攻效果绝对比自己射门强 不知道格林伍德 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长大呢